我姓李 我叫李婉玲 是剛那個的女朋友嗎? 沒有啦,婉玲是假的,我姓李是真的 你真是有幽默感 我聽出完你的聲音了 真的嗎? 好,你繼續講 真的還假的 好,再來再來 你們兩個認得不要這麼噁心好嗎?在那裡曖昧 你剛剛講到一個著作權的問題對不對? 講到一個什麼?喔對啊 來,繼續 不要繼續,人家剛剛都沒有這個收音機旁邊都沒聽到 喔,就是 你簡單餓藥的稍微講一下 就是以前豬頭皮嘛 以前還叫朱約信的時候 那他就有一張那個版斗的專題 不是都是他啦 裡面也有很多人這樣 然後裡面有一首曲子就叫俄榜春轟 然後就是 把他改的很就是搖滾這樣 那個歌叫妄輝,薄牙不叫榜春轟 喔對對對 然後 然後那個就是有一個洋藝片的廣告 就採用了 就是那個 然後呢 就沒有跟朱先生說 那朱先生就覺得非常非常的誤準 他就覺得說 他並不是心疼說沒有給他膽權費 我是心疼那個沒錯啊 你是嗎? 他就很心疼說 為什麼我的作品人家用了 所以說我也不跟我說一聲 他就覺得很傷心 嗯 結果呢就有一個法律系畢業的學姐 就跟他想想辦法 就說這個錢呢也是非拿不可 這樣子 就一直勸告他 然後 就幫我寫了純真信函 對 你們兩個認得是不是 這個聲音我認得 你不要騙我 你要不要我把裡面只講出來 不要不要 我是用真的信啊 所以就 OK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啊 做真的就是朱頭皮是很大方的 在這方面 他能夠考慮到很多別人的情況 我還以為你這個電話本來很精彩 我以為你是要來罵他 沒有 有比較精彩的 不過就比較毒這樣子 你認識他的另一半嗎 嗯 不是很熟 但是認識 蠻熟的吧 但是認識 他長什麼樣子了 可不可以形容給我們聽一下 美若天仙 真的啊 這個不足以形容 那就是 那就是 就是 賴蛤蟆 賴蛤蟆是 我的女朋友是賴蛤蟆 不知道 不過 那個 豬頭皮每次 就是 你看他這樣子啊 其實我覺得他 蠻溫柔的 喔真的 對 下個節目就蠻溫柔 這什麼 麗差小姐是不是 對啊 蠻溫柔 喔不是 蠻溫柔蠻好的 豬頭皮的蠻溫 我們等一下要不要打個電話給那個蠻溫 嗯 這要問豬頭皮 不要吧 壓力很大 哈哈哈 我相信很多別人會 會那個 好李小姐你既然跟豬頭皮這麼熟 那你們碰到的時候再聊好不好 那我想問個問題可以嗎 因為也沒有機會問他 蛤 雖然很熟可是遇不到 蛤 蛤 是相敵人而遮陽 多 哈哈 來來來來 喝 喝啊喝啊來來來 其實豬頭皮前的創作 我覺得其實唱很多抒情歌 嗯哼 然後也真的非常好聽 哪有 那我覺得其實你剛剛講的我覺得不太同意就是說 其實社會性的歌曲也是也是可以很抒情的 是 有很多抒情以前就做做一些這樣的曲 是啊是啊 對那那那怎麼回事呢 就是怎麼會是現在這樣子 好 追問這個問題 那就改天見了 拜拜 改天見 這個問題 更多人問過我 就是因為可能有的人聽過以前的作品 就說 啊你現在怎麼變這樣 沒刷口 又沒洗腦 就是現在的東西跟以前實在差太多了 對 以前 剛剛這個小姐 講到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社會性的歌詞其實也可以很 內型式的旋律或是抒情的 其實也是的 但是呢 恐怕在這個這麼的划中取寵的社會 我們必須用划中取寵的方式去 但是你也看到我在這方面的努力 譬如說這個專輯對不對 叫做流浪狗字歌 他就不是那麼冰冰砰砰的 是比較社會性 而且他也是新的 但是他也是比較能夠 比較能夠靜靜的去聽的 不一定要人家 神經病這樣子聽的 所以我也努力在這方面 希望能夠把以前和現在的東西做一個融合 我們遇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說 以前那些東西齁 你要做那些東西齁 你就等著餓死算了 這個是整個消費市場的結構問題 然後為什麼以前那些東西不能賣 現在的東西可以賣 而且能夠散散溫飽 產品公司有賺錢 我覺得我們 我要 認真去想這個事情的時候 消費者還有做廣播媒體電視的人 要不要更多去想這個事情 是嗎 你以前的歌我也沒有播過 你現在的歌我也沒播過 你搞不好連聽都沒聽過 對不對 那些東西是會餓死的 會餓死 他剛剛講到板德那個專輯陳明章 還有五百以前在那邊 五百現在做的東西跟以前的 有一些不一樣 而且他這一次做的情歌 比以前是更想朝向市場去做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以前會餓死 因為以前會餓死 現在要吃饅頭 五百我給你撈開 真的是會餓死 真的是會餓死 所以他如果說要 要去用音樂這個東西來吃飯的話 他必須要去跟市場取得一個平衡點 嗯 限時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要有一點點責怪消費者 如果消費者以前那麼支持五百的話 讓他的專輯在以前就賣了十幾萬張 他不不用改變那種強烈的風格 為什麼他現在一定要唱情歌呢 不一定啊 因為這還是一個情歌的市場 怎麼辦呢 對啊怎麼辦呢 世界上就是有那麼多傷心的人 如果你這一個禮拜 有聽台北非常DJ的話 你就知道了 男女關係真是錯綜複雜 理都理不清啊 哈囉你是誰 哈囉你在跟我說話嗎 我在跟你說話請問 自己說話 對 是不是 不好 Doc 有人 什麼 傳聞 他的 嗯 這個